开宗民意强调中共威胁 他是美国参议员卢比欧 同时也是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EC成员 IPEC在2020年成立是跨国跨党派国会议员联盟 对中立场强硬 而今年年度峰会更首度遗失台北举行 IPEC聚集23个国家49名各国议员来台 是历年最大规模的国外议员访台团 8号陆续抵台 29号将会见我国政府官员 30号出席峰会 同时赖总统也会出席 民进党民众党立委也都会参加 但唯独国民党恐缺席 党团首席副书记长林思敏更表示 IPEC是反中联盟没收到邀请函 更有栏尾私下透露 党团群组也都没有讨论是否要参加 国会议员不参加 他们会努力去邀请一些 有不同政党包含国民党 可能不是国会议员的人来参加 IPEC的反共主张民主 所以国民党都不予参加 那唯一的理由就是怕中国不高兴 言下之意 IPEC似乎有邀请兰赢参加 但国民党却消极抵制 外媒每年社透露 中国外交官向至少六国的议员施压 要求他们不要来台参加 毕竟看看过去的峰会内容 挺台抗中视 IPEC跨国跨党派共事 在台举办峰会展现各国对台支持 若国民党最后人缺席 背后原因启人一斗 三宣欢迎发言到台北调报道